嗨 澳洲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斯林 茶間裡面我飾演的叫做范文貴 他是新竹寶山的一個小茶農 那他是發生在1949年台灣 那那個時候的台灣其實非常的動盪 可能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 以前原來台灣的茶這麼厲害 以前台灣茶是賣到全世界 有些戰選世界很高比例的 所以後來因為印度茶崛起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台灣茶 開始有一些根本上的變化 那假設在經歷這個過程的時候 那原本做台灣茶的人 他們家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是算是一個有野心的 然後他對於他的目標 一旦他立下目標很清楚的時候 他是會抓住那個機會往上爬的人 他是會想要往上爬的人 跟我玩不一樣的 我就是一個緩慢跟隨便的人 沒有什麼遠大的志向跟目標 就是比較 chill一點 我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 我生活中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所以就還是一樣 工作然後 買菜 然後上班下班 煮飯 洗衣服 就是跟 得 你有沒有得獎 前好像都一模一樣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我自己沒有特別什麼感覺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期許或期待 對 因為 我自己覺得還蠻順其自然的 接受自己的變化也好 或者之後發生的事情也好 因為 一定會有那一天 就是不會有人 在提到高中生的時候 然後提到我的名字 蛤 你搞錯了 等到那一天 不能再演高中生的日子來的時候 我可能還是會很開心 其實還是很開心 對 就可以 哦 原來我可以演人家爸爸 你看現在還都不會有人找我演爸爸 對 就 太屁了 還沒辦法